曾经的呆德教授 各位专家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 以莎士比亚齐名的 伟大的名代技术家 汤先祖的故乡 辅舟 很高兴参加 本次自然资本国际研讨会 与各位专家学者宽级一堂 共同交流 探讨自然资本 这一话题 首先呢 我想极荣幸我 向大家介绍一下 美丽的辅舟 辅舟市 位于中国江西省东部 现有人口400万 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 可以用四句话 而概括辅舟的特点 一是文化昌盛 人文汇聚 辅舟所有中国台子之乡 文化之邦的名义 历史上涌现了 王安石 汤先祖 等一大批 对中国历史文化 有深演影响的名儒技工 其中 王安石必称为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汤先祖必议为 东方沙士比亚 在明天晚上 中国代表团的演出表演中 我们有三位意识家 将带来我们家乡的 汤先祖的油盐显断 二是物产丰富 特色明显 辅助所有干部粮仓自称 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南风密集 响异世界 广昌白莲 铜能麻鸡 泥堂香匪 等都是中国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 三是环境优敏 一机一油 辅助生态环境优敏 前市三氧覆盖率达66.14% 汁气线的三氧覆盖率 更是高达87.3% 空气质量 抚养粒子含量高 前进比译为 全国天然大氧巴 先后必定为 国家延林城市 国家山林城市 第四是 七位优越交通便利 辅助自国旧有 禁令江湖 空待敏夜 的地理优势 优移 处于长江三角洲 珠三角 和敏东南三角区的福地 立体交流网络 通江达海 近年来 面对国家经济发展转型 动力转换的新状态 我们辅助的市委市政府 倡导性的提督了 用新发展理念 谋划发展 用生态文明建设 统领发展 大力提睛前省生态文明 先行四万四建设 大力打造美丽中国的辅助 样板 前四散烈发展之路 找到提及不稳 一方面 一是大力提进 散烈修复工程 大力提进散烈修复 层次修补 通过自散流水 提升散烈价值 释放散烈红利 一方面 我们提进了一系列的 散烈项目 辅助长期以来 立足于自散泥水 有细的发展 试试了一批 散烈保护 修复的项目 留住了青山流水 良好的散烈本底 这是我们 一级设计 1600多亿年的 建设的符合 流域散烈保护 及治理工程 通过实施航营工程 水分发建设工程 自卫流域工程 等八大功能体系建设 实现生产方式 转变 能与智能和响相处发展 这个是 我们在符合年先 36个称 征示范点 按照水上的文明称 特色小镇 加历史上方式的理念 实施的三代称征示范工程 历史 通过三年努力 把三代称征示范 打造成特色小镇 乡镇旅游景点 和三代称征建设的样板 目前 生活垃圾治理体系 前面建成 务息处理 设施加快推进 三代条件 和人机环境 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个是我们刚看到的是 辅助害人的 小流域的三代保护 以综合治理工程 通过 通过种植 水桃 桃芳四枣桶 第四层级的 凤岗和 孟湖 和明能雕塑岩 等水域的进行 水环境治理 目前 我们这个7亿的水质指标 达到了 保持了2到3例水平 水底的透明度 长期保持了3米以上的 清代间底 水桃覆盖率 达到84%以上 这几个我们今天的案例 都带来了 大家有信息可以看一下 另一方面 我们实施了 一系列的三代行动 在推进三代保护 修复项目的同时 我们实施了 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着力解决 透透的环境问题 比如说 我们开展了 前4亿的风扇雨林 面积达到1578.8万亩 占前市林地面积的 87.6% 前市森林复盖率 达到66.1% 我们江西省 前省的复盖率 是63.1% 我们比前省要高 三个百分点 实施散热保护红线制度 第三代保护红线 进行校合调整和完善 三代保护红线面积 但国土面积的32.3% 前面整治了农村人机环境 推动农村垃圾城乡 以理化处理 前面推进农村污水 分散丝 散技术 水生态等处理模式 实现2020年潜移水 是达到3例以上的标准 不断满足人民 行动第三代环境 资料提升的西奥 持续提进 进空 进水 进土 专项行动 PM10 PM5.5 精直 和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占比 经济全国前列 连续两年 必评为中国 武之强养八城市 前市 1164座水户 前面施行的 轮往天阳 前市4座 饮用水 水户的水质 达到了奥利水质标准 符合流一 和其中 泳饮水的水年地质 达标保持的 百分之百 以上 这是我是在 亥丹山台保护 和山台秀的一个缩影 我是在 赤山流水方面 附了最大的努力 附的旧有回报 通过前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 我是对 城市散热环境 带到进步的改善 散热价值 散热价值 带到进步的提升 我是 货币国家 地坛人士 国家流一水环境 重要治理 以可持续发展 和国家散热产品 价值时间 继续四点的城市 第二是 前方为构建 历史产业体系 积极探索 历史青山 变为金山银山的 实现路径 散热文明建设 不是不要发展 也不是慢发展 而是转变发展往事 习近平总书记 就散热文明建设提出了 六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等于系列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我们辅助 突突在辫子上 下功夫做文章 全力构建 绿色产业体系 努力把辅助的 六水青山 空气变成资产 资本资金 把辅助优越的 山大优势 变成丰厚的 经济优势 实现六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推动前世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力变革 动力变革 大力发展 山大有机绿色 农业 以现代农业 释放言 建设为载体 不断增强 优质农场 的攻击能力 我们看到这个图 就是我们的 有机绿色农业的 一部分 前面开展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 前世建设高标准农田 34.7万亩 比国家认证的 无工业农产品 328个 绿色农产品 57个 有机农产品 122个 大力支持 引导企业探索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 和新型金融主体 东乡任邦农业 破解三大保护 及经济发展的矛盾 打造形犯农业 田园综合体 实现经济效益 三大效益 社会效益共赢 临川 未天凤 三大养殖 按照林间种植牧草 林下温期养鸡 鸡分发酵 围草养殖模式 烫建脑 及三大养殖盐 三大水产盐 三大种植盐 三大加工盐 唯一体的 精品三大 形犯工业链 产业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是江湖民工坚 以三大建设 产品发展 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 三大优势 发展特色中养业 烟业 白莲 适用锦 鹿牛 毛竹 木耳 等特色产业 发展迅速 前世一近 30%的平坤层 形成特色产业 带动 评论户 能进深书 1000亿年 大力发展 低碳形犯的 绿色工业 辅助政材创建 国家形犯 经济试范城市 和国家低碳城市 第延期 进行形犯法改造 建立形犯型产业体系 和再三支援回溯体系 同时 着力实施 百亿情人的 评议工程 推动产业 外向中高端 我是建议了前省 数个证目 购买服务模式的 中科曙光 城市营计算 城市营的计算 中心并投入运行 引进了投资 50亿年的辅助 创世纪超商中心 投资45亿年的辅助 佐朗营计算数据中心等项目 前世的速度经济 大数据产业 蓬勃发展 启动了 投资25亿年的 迪比科新南京气质动力电池 投资50亿年的 沃德玛联盟新南京气质产业 投资50.5亿年的 大胜汽车科技产业等 高性机制项目 努力打造 新南京气质生产基地 以深圳自然机器人研究院 签署战略协议 推动我是制造业 向自动化高端 转型 引导薄牙生物 以武当大 复旦大学 共建联合实验室 由中国科技研验室 陈凤尔领先 研发了 他定例 心脑血管 年料药 及中间体 投资后 有望 形成百亿产业 大力发展 局业高校的服务业 通风发挥 辅助生态 和文化两大优势 休闲旅游 文化创意 和大健康产业等 现代服务业 蓬勃发展 在文化产业方面 我们以汤贤族文化 为引领 深挖 汤梦戏机的品牌价值 推动 生态与文化深度融合 先后 举办了 汤贤族 逝世 400周年纪念活动 汤贤族 戏机节 和国际戏机 交流业活动 在国力外 引起到极大的幻想 推动了 临船文化 找向 前国 找向世界 找了以汤贤族 戏机文化 为龙道 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 稳步踢进 文道理历史文化阶级建设 把文道理 建设成为 前四文化旅游的 龙道项目 努力把辅舟 打造成 中国系都 和前印旅游的目的地 此外 我们传统和发掘 南风螺武 广当梦系 宜黄系 不足台茶系 等国家机 威武助文化遗产 万化传统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 在绿色金融方面 洛杉线 积极开展 绿色信贷 加绿色来年创新 开发的 中国数个国际标准 VCS 制限解排 零件探牌项目 在休闲礼物方面 我是加大年 年符合 绿色古承诺的 保护和开发 刘坑 以前传统承诺 比达到国家 保护试点工程 前世以货币 31个中国传统承诺 目前 智西大学山景区 成功创民国家 五外级景区 乱的刘坑古城 陶山市 京西的竹桥古城 等4个景区 成功创建国家 四外级旅游城市 智西县和南凤县 正在创建国家 潜移旅游试版区 在大健康产家方面 我是启动 智慧百乡签证医疗服务 第四代智慧健康服务小屋 通过互联网 以乡签证医院 县级医院 甚至百经 等地的 知名专科医院 对接 免费为臣民提供 健康知情 常规检查 诊病诊疗等服务 目前 我们市里面 有五百多个称 医疗时 四十多个 乡签卫生院 十多个县级医院 加入了 医疗 最为医疗行业 行列 三是 制度探新 总结经验 这里探索 行则有效的 生态保护机制 江西省 是前国的 生态文明试验区 辅助又是 前省唯一的 生态文明试验试 有条件 有义务 为达到美丽中国的 江西洋版的 辅助模式 进行积极的探索 总结经验 在这方面 我们以 机制创新 制度攻击 模式探索 为重点 开展了大量 行制有效的工作 一 创新机制 我们在前省 率先组建了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脱台了 律师GDP核酸体系 生态文明 好合评价体系 等十项 生态探新制度 生态产品 加在实现 比得为前过四点 洗字研 生态补上 和探索 四点工作 正在开展 大家呢 我的福州 探索为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平台 绿宝 引导市民餐饮 探索为制 通过低碳行为 具体探币 探币可以进行 商业消费 或获取政府奖励 从而探导 树立低碳 借用 利涉 环保的生活理念 目前 这个系统注册护士 已经达到了 15.7万人 理计产生探币 300多万 二次大政平台 我们的前省 上线 运行了生态营平台 利用大数据的技术 和互联网手段 提示前市生态信息 进行监测和管理 平台围绕 江西产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江西产生态文明 建设好客目标体系 智能资年资产 负财表体系 三大科兴指标体系 梳理头脑322项指标 实际上空气 水质 气象 等数据上传 温习和动态监测 市民要通过系统 对环境破坏问题 进行举报 三次改革司法 我们大胆探索 三大司法体制改革 积极推进 三大公安 三大法庭 三大公诉 三大历事服务团地 基议团三大众格执法 等工作 简单几个例子 清华在河里归水的部门馆 到了岸上 就属林业部门馆了 提到市场上 当作团上 有贵习馆的 就围绕这一种 三大执法领域 进到的一些难题 我们在宜黄县 开展了四点 成立了三大众格执法大地 整合了农业 林业 水利 森林 等八个部门的相关执法前 将前线的森林采拔 使用污染防治 河道管理 一夜保护 等行政处罚前 进行众格执法 有效遏制了 个例破坏三大环境的事件 发生 鼠挺纠结的问题 迎论而解 接下来 我们市里面 将在三大制法 移化模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的探索 总结经验 并得前世提广 朋友们 女士们 先生们 福州是中国中部地区 重要的新型城市 正与其独特的生态 及文化 两大比较优势 崩发出极大的发展潜能 等现出广泛的发展前景 乐陈欢迎在座的朋友们 来福州走一走 看一看 好大指导 观光住客 体验福州 美丽的自然风光 秀丽的青山绿水 和乐情浩贵的福州人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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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